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认知 不代表所有人 你们是我不认同的 反正也不用喷 反正我的孩子我自己养 你的孩子你自己养 大家互相不干涉 我只是提一提我自己的一声想法而已 哈喽 大家早上好 哦哦哦 看过小语频道的都懂这句话 什么意思 熬五 大家都熬五 我们现在给小语去买火车票 小语也要回国了 一个一个都走了 是吧 要回国了 我们现在去买个火车票 因为小语没有体验过泰国的火车 所以打算坐火车去曼谷 然后从曼谷然后再飞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看火车票去 我们从家里开到火车站了 这个里面就是火车站 给小语去买个火车票 做火车就感觉到是真正的旅行了 现在做火车多难得啊 在泰国 从这边拐进去 要领票嘛 应该不用吧 我们就停那么几分钟 应该不用交费 我就停这个门口小语你自己进去买啊 好 过会我就 我就在门口停一停吧 反正你去买好了以后我们就走 几号啊 几号的票 22号 22号 这么快啊买完了 跟你们说他那个只有一班车 他是早上六点半 几点钟到 然后晚上八点半到 啊 你到了的话你就要 那你时间很紧了 我到了的话然后我就要直接去机场 哦 只要这一班另外的卖完了 对另外的卖完了 哦 就这一班 那我就在火车上解决早中晚 三餐 哇 我的天哪 那你吃个饱了 哇 带劲啊 那你曼谷就不逛了 那你曼谷就不逛了 直接下了就直接去机场 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走 好了 我们来吃个饭 吃个猪脚饭 马里奥猪脚饭 我的早饭 泰国停车啊 告诉你们啊 红白线画着的这个路边 是不能停车的 你但凡如果说路边没有画的 你就能停车 如果画的是那种黑白格子的 那个就是临时停车 好像黄白格子的是司机在车上能停 好像是这样啊 反正 反正红白的你就千万不要停 好 就这里 找个地方坐 哇 主角 哎呦他还有鸡腿呢 坐吧 大名姓马里奥 这个马里奥肯定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店名就叫马里奥主角饭 然后马里奥又老来 我点了份主角饭 大份主角 这个好吃 哇解肥计划失败 不失败 按理说本来我要两份大的 只要一份 主角饭上来了 腿骨饭是吧 他跟腿骨饭不一样 腿骨饭的那个肉更好吃 他那个肉是酱果的 这个是没有酱果的 但也已经很炖的很酥烂了 也非常好吃 看到这个是没法抗拒的 而且他的这个腌菜 泰国的这个腌菜很好吃 猪脚饭里一般都会加盐菜 台湾都会加吗 好像没有 这个蛋做的不好 这个蛋它不是那种油心的 不是那种糖心蛋 有的地方的猪脚饭 它那个蛋是糖心的 小宇她那个鸡腿太大了 说吃不下 对 红口多食 分了我一半 分了我一半 这个鸡腿我觉得还真的还不错 瞬间值得留念 对呀 姐姐要拍照留念 给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个鸡腿还算是比较酥淡 而且这个鸡腿全部都剁开了 嗯 可以 吃饱了 小宇嘛鸡腿吃不下 但他们那一碗猪脚饭也没吃完 也分了一半给我 而且是一多半 所以我就是这么胖起来 我自己这一份吃了 本来量是刚好的 然后这个也给我点 那个也给我点 我呢又见不得浪费 又把它都挂子挂子 全部咬咬咬吃掉 真的是 唉 弄得我越来越胖 一共230泰族吃了 价格倒是实惠的 吃饱喝足了 又来咖啡馆了 这一家是我 现在 比较喜欢的咖啡馆 它里面主要凉快 座椅也比较舒服 好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座位 哎呀 一天又这么过去了 西洋西洋的时候 来接妞妞放学 哎 最好看到他们学校里 在这里有足球比赛啊 在篮球场里做足球比赛啊 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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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结束了 哇 乔子街道四面塞啥呢 嗯 这么小个场地里的 这么小啊 哇 这小女孩晒得比我还黑啊 我的天哪 哇 哎呦呦呦呦 这个还这么多小朋友跑过去了 今天都童子军的衣服 看了他们的那个足球赛 就是这是一家泰国的私立学校 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 这个是他学校的一个体制 不是像我们幼儿园是幼儿园 小学是小学 初中是初中 高中是高中 分开的 就像泰国的这一类的私立的学校 它都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 绝大多数是这样子的 呃 因为泰国它也是一个 呃就是有义务教育的国家嘛 所以它有很多的那种免费的学校 免费的学校呢 那么就一般来说啊 就是说像在社会上 比如说中产一点的这种 就不太会去选择 都会愿意去付费 去到教育质量好一点的学校 那比如说就是这一类的私立学校 到私立学校来上学 就很多的家长 就是也看了我的视频嘛 就是也在那个地方问我 说小阳啊 你你你不给孩子去读国际学校 你出都出国了 人都在国外了 你为什么不给孩子去读国际学校 呃 你读国际学校多洋气啊 是吧 听上去多好听啊 呃 是不是因为穷 呃 我觉得呢 穷是一个道理啊 呃 但也不能说是穷 呃 应该说是什么呢 贵 呃 国际学校贵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读国际学校不值得 呃 花那么多的钱 一年十几二十万 你去读个国际学校 那国际学校读出来最终的结果 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见得 会比私立学校读出来的孩子 能够强到哪里去啊 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有很多人说 哎呀 你说那种孩子 你如果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啊 将来可能会出人头地 那什么叫良好的教育 我一直就在想 什么都是叫良好的教育 不是花钱越多这个教育就越好的 我是那么认知 然后我对孩子的要求其实不高的 就我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说 我觉得他能比我强一点就可以了 啊 最好啊 最好能比我强一点 那你说真的如果他比不了父亲 那也很正常 对不对 那你说人家很多 呃 老爹还当皇帝呢 那小孩也没当成皇帝是吧 你这小孩不一定说是 一定比家长强的 是吧 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呢我想就是快乐一点 有的人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呃 我也是觉得 对 呃 有一部分人是 可能是吃得苦中苦会成为人上人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呢 是吃得苦中苦 还是没有成为人上人 是吧 那何 何必要去吃这个苦呢 哎 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点多好 就人的一辈子 一共就这么几十年时间 你读书的这个时间 其实已经占掉很多了 对啊 像你读书 你怎么的都得读到二十多岁吧 你二十多岁 那你算活 活八十岁 活一百岁吧 那你也已经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人生过去了 那你这个人生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呀 干嘛不快乐一点 是吧 所以我对孩子的要求就是 呃 你能够快乐一点 人 只要你的三观症 呃 你未来在这个社会上 你能够怎么样轻松 怎么样快乐的过日子 那是最好的 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有很多人说 啊 望子成龙啊 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 变成父母希望他变成的样子 那我就要劝劝这个家长了 啊 这一类的家长 你为什么就自己不能变成孩子 希望你变成的家长的模样呢 是吧 所以你说 哎 求人不如求己嘛 你求自己的孩子将来要成才 你先求自己嘛 把自己先成才再说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 有很多东西你不要盲目的去要求孩子 一会儿要补这个课 一会儿要补那个课 哇 不远万里 我把孩子送到国外来读书啊 我已经帮你送到国外读国际学校了 你将来没出息 你怎么对得起父母啊 千万不要给孩子这种压力 对吧 你有这样的时间 闲时间 你需要这样要求孩子 还不如你自己去努力一点 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 你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未来 那孩子是不是将来更有出息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认知 不代表所有人 你们如果不认同呢 反正也不用喷 反正我的孩子我自己养 是吧 你的孩子你自己养 大家互相不干涉 我只是提一提我自己的一生想法而已 说着说着 他们好像第二场比赛又要开始了嘛 哇 其实泰国的孩子 我觉得真的挺快乐的 是吧 你放了学 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放了学以后也不回家 背了个书包操场上玩 我那时候也是背了个书包 我们那时候是走路 都走路回家的 从学校里面 都不是像现在家长街什么的 走路回去就几个好朋友一起逛逛逛 我们那时候校上有一个叫大操场 放学的基本都在大操场上 在那个地方放火啊挖洞啊挖沙坑啊 就这么玩 现在你看泰国的孩子也很快乐啊 课余活动特别多 是吧 你说他们一定未来没出息吗 不一定的 对不对 哎 还踢得很认真欸 哎哎哎哎哎哎哎 嘿嘿 啊出街了 你看这么多小孩席地而坐 泰国的小孩就这样 喜欢坐在地上 他们到教室里也是坐地上的 来了哎 果然还可以啊 哎哎哦这个很拼脚法的啊 这个真的很拼脚法的 长船啊什么都比较少 好 妞妞打电话来了 说是下课了 我就从这个地方停着车开出来了 泰国这边来接孩子 车子都是能开进校园的 这个国内可能好像不行的是 家长只能在门口趴着那个铁门等孩子 是吧 好嘞 Hello 妞妞 给大家打招呼 今天童子军有没有上童子军课啊 没有啊 今天只是穿成这样而已是吧 那他们这种绿的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们穿绿的 你是穿这种黄的 女的是穿绿的 男的是穿黄的 是这样子 回到家了 诶 这是什么 花菜啊 这阿姨好的是吧 这个南瓜这么巨大的 像个西红柿一样大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头菜 腿酷 然后我们配饭 哇 发财了 这是纸上迷是吧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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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环 最后十分之 yaz